国际方面消息 乌克兰局势依然是没有和缓的迹象 乌克兰东部的三大城市是继续爆发大规模亲俄的示威 要求加入俄罗斯 乌克兰政府则警告会以强硬的方式来回应 新岛记者邱佳琪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日前引述乌国内政部消息指 乌国已派遣三支特种部队前往东部城市准备镇压示威 俄方指由美国雇佣兵扮成乌特种部队加入镇压 警告乌美试图以武力控制清俄城市 将触发内战 敦促立即撤军 今日 美俄外长在就当前乌国形势通电话 克里说 调查后证实美国私人保安公司 派人参与镇压乌克兰东南部示威活动的报道不实 俄罗斯外交部说 双方讨论了国际社会推动调节乌克兰政治危机问题协商的可能性 外长拉夫罗夫指出 协商必须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建立广泛平等的对话 以便就普遍接受的宪法改革达成协议 两人呼吁不在乌克兰东南部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 通过谈判使局势走上政治法治轨道 另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当地政府官员举行会议 指俄罗斯目前还在支持乌克兰经济 补贴数亿美元 但情况不能永远持续 星岛记者 邱佳琪报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